健康 科普 动漫 你给你看 董光复 主任医师 广东省人民医院 风湿免疫科副主任 强执十几年 被弯成了虾米 好好的脊柱到底发生了啥 背是怎么弯的 又是怎么痛的 最后是怎么残的 不了解脊柱的亲 绝对读不懂强执 深度菌兽类 带你去脊柱飞一圈 浮稳 起飞咯 脊柱变硬变强执 你以为强执迫害的对象就只是脊柱了吗 并不是 强执更直接的受害人其实是这三位 韧带 肌腱和关节囊 第一受害人 韧带 成人脊柱由26块椎骨组成 包括7块颈椎 12块胸椎 5块腰椎 1块底椎和1块尾椎 深度菌想从生理弯曲和活动度这两个角度多聊聊脊柱 脊柱有四个生理弯曲 分为颈曲 胸曲 腰曲及底曲 这种曲度设计能起到一定的减震作用 更好地保护脊柱 脊柱有灵活的运动功能 其中颈椎和腰椎的活动范围最大 正常情况下 颈椎前驱后身的活动范围可达35度至45度 左右侧弯能达45度 而旋转则高达60度至80度 腰椎在臀部固定的条件下 可前驱75度至90度 后身30度 左右侧弯30度至35度 旋转30度至35度 这样一来 完成扭头 弯腰 转身 侧弯 666 本案的第一受害人韧带就附着在脊柱周围 它们主要由致密的纤维组成 就像绷带一样 坚韧有弹性 以前纵韧带为例 它位于脊柱前面 上至枕骨 下至底骨 贯穿整个脊柱 是人体最长的韧带 韧带很像是脊柱的女票 一能保护脊柱不受伤 二能辅助脊柱完成动作 三能管着脊柱不出轨 错位 功能很强大 有没有 自古红颜多搏命 这么美好的韧带将会被强直按到地上摩擦 作剑 下场极其悲惨 神作军后面会详细展开 第二受害人 击剑 脊柱想要动起来 动力谁来给 骨骼肌 骨骼肌是人体肌肉组织中的一种 大都附着在躯干和四肢的骨骼上 骨骼肌分为肌腱和肌腹两部分 神毒菌把皮筋的两头固定好 然后拉扯 骨骼肌就像这根皮筋 固定在骨头上的两端就是肌腱 中间附得收缩的部分就是肌腹 举个例子 人想要做个提肩的动作 肩胛提肌一端位于颈椎 另一端位于肩胛骨 肩胛提肌一收缩 就能牵着肩胛骨上提 完成提肩动作 如此健壮的肌腱 最后也活生生地毁在了强指手里 唉 一言难尽 第三受害人 关节囊 椎骨之间除了借椎肩盘和韧带连接 还有一种重要的连接方式 关节连接 瞧 这个位置就是椎骨的关节秃 两个关节秃的连接处就是关节 关节主要由关节面 关节囊和关节腔这三个结构组成 关节面就是两块骨头相对的那个面 关节囊是由节地组织构成的魔囊 它把两块骨头连接起来 包得严严实实 当然 要想活动自如 关节里还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关节腔了 这么干净漂亮的关节囊 最后也被强指缩剑至死 神如君的心在滴血 敲黑板 以上介绍的都是脊柱部位的韧带 肌腱和关节囊 它们都是强指迫害的对象 事实上 四肢关节处的韧带 肌腱和关节囊也是强指的猜哦 神如君 太心疼韧带 肌腱和关节囊了 它们遇害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遇害后又有啥可怕后果 神如君 你不说清楚 别走 强指的凶手到底是谁 下集 强指凶暗背后的真相 内容伤脑 细节精彩 情节血腥 神如君等你 不许不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 influential划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